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那是 四弟 现在就是你表忠心的时候了 我要你手下两棋的兵权 助我登上皇位 你还是走到了这一天 是 皇阿玛离宫 朝廷现在由你我二人掌控 眼下 就是最好的事迹 太子 你可曾想过 你策动宫边 皇阿玛知道了是何等的心情 你幼时就被立为处军 你可是皇阿玛最疼爱的儿子 最疼爱的儿子 如果他真的疼爱我 便早该把皇位传给我 而不是让我当了三十年太子 还一直在等 等到有一天他大发慈悲再传位给我 我等不了了 我理解太子你的心情 可这天下 江山是皇阿玛的 只有他给你 你才能拿 你说得对 以前的我 也是这么想的 我一直都很努力地去做 想要讨好皇阿玛 可他只给了我太子之名 却无实权 让我监国 却还要你辅助 任由兄弟们在背后对我冷嘲热讽 所以 我不想再等了 可不等的结果 就是你连着太子之位都不报 不成功变成人 所以我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 四弟 你深得朝中上下信赖 只有你首肯 帮我收拢人心 大事 毕成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不愿帮我 就算我帮你也成不了事 不管皇阿玛身在何处 别说是你我了 整个江山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你谢我 就听我一句劝 在尚未铸成大作之前 及时收拾我了 所额图已布置好一切 只要赶在皇阿玛回来之前 拿下紫禁城 我宣布登基 就算皇阿玛回来 他又能耐我可 太子 啊 剑已在心 回不了头 既然这片江山 日后也是我的天下 今天 我便要拿下来 你帮我 还是不帮 二哥 你会呗 你今日的决定 后悔的 我已别无选择 我已别无选择 四弟 这几日 你就在此好好休养 待大局已定 我还需要 四弟你在我身边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情事不好了 四爷被太子留在了东宫赞中 房外都是侍卫 就连我这个天生奴太都见不着四爷 三爷 咱们该怎么办呢 这都非娘娘出宫尽箱也没办法禀告啊 要是十三爷在就好 他最有解决的办法 我要是十三爷 还怎么办呢 小薇姑娘 你倒是出个主意啊 我的心里都一凝乱作一团了 咱们该如何是好啊 阿爷你先别吵了 你怎么想想呢 这不是十三爷的鹰吗 你一定要把信带给十三爷 现在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拜托你了 二位大人 不知突然传召上朝 宿为何事啊 这 这 这什么情况 各位大人烧安勿躁 待会儿 太子有重大事情宣布 还请各位大人在此静候 这是 这是 这是什么事 朕自即位以来 严遵俗训 体恤百姓疾苦 如今这太平盛世 皆因上苍所赐 愿上天继续保佑我大清 朝政安定 国泰明安 不见服了 不见服了 主持人 在死那里 不见服了 不见服了 我怎么会 不见服了 阿哥 朝中已经生变 密探来报 太子调配的兵马已经不属准备 朝中的文武大臣已被固在宫中 看来大事将至 是时候了 好 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我们现在就派人将太子捉拿 带皇阿玛回来 好好将他惩治 太子竟敢谋逆造反 罪恶抛天 单单是捉拿惩处 恐怕难以平息事端 我们捉拿太子在皇阿玛面前立功 还不够吗 太子倘若有所不从 难保期间会有什么闪失 从目前形势看 恐皇阿玛对他也是难以追究的 八哥的意思是 就此斩草除根 到时候就把老四他们 一同一网打尽 灭除后患 怎么办 十三爷怎么还不会信啊 ×4 阿玛 阿玛 ё 哪 你 小魏 情况危急 设法将四哥带离皇宫 如此方能与太子划清界限 护四哥周全 谨记 必以自身安全为先 我会尽快回到你身边 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四爷 等你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四爷 你找我 这么早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东宫救四爷 不自量力 所以我才跟你坦白 想请你帮忙 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赶紧走吧 我不会去的 为什么 四爷现在置身危险 他可是你的亲兄弟 亲兄弟又如何 兄弟有危险 你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这是一场我们阿哥之间的争斗 早就没有什么兄弟情义可言 更轮不到你这个外人去管 为了争斗 泯灭人性也可以吗 什么是人性 我们兄弟刚出生 就是彼此的对手 为了夺得皇位 各使轨迹 稍有差池 便小命不保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这就是人性 这就是人性 我不知道你们的权谋本机 也没有你们的沉重背负 我只知道 我认识的人遇到危险 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你不能去 你不帮我也别拦我 我这次来 就是不许你去犯险 只欠你安然无事 那是你运气好 这一次牵着皇庭争斗 你要是再插手 小命不保 是不是已经有所不属 你们要对四爷怎么样 真的傻得 连命都不要了吗 对 我就是傻 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如果我知道 能救人一命 我愿意去拼一切 我真庆幸 四哥得你这知己 我只是本着良心做事 所以不管是十三爷 还是你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都会做同样的决定 只能赌一罢了 各位大哥 烈日当头又守卫了这么久 真是辛苦呀 奴才准备了一些上好的茶点 请各位大哥休息一下 大哥 这是奴才的一点心意呀 您看啊 这平时都是用来侍奉四爷的 既然四爷留在宫里 白浪费掉也是可惜 就请各位大哥享用啊 拿远点 再妨碍公务 别怪我不客气 如采也是一片好心啊 着火了 快救火呀 万一收到四爷可就了不得了 快救火呀 你们两个留下 其余的都给我过去 快点快点快救火呀 这火怎么这么大呀 两位大哥 给你们看见宝贝 没事吧 叔叔 起来起来 好 搞定了 你们可不知道我有多英勇 我一个人干翻了 你拉着好吧 还不是靠我 辛辛苦苦在那边 生了半天火才成事 你不就生了火吗 他们俩可是我打晕的 行啊 赶紧去找钥匙吧 快快 找到了 这儿呢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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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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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没想到救我的人是你 四爷没事就好 十三爷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了 我们得尽快出宫 快走 终于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们要造反吧 到底是谁要造反 太子爷 你以为坐上龙椅 穿上龙袍 便能为皇 把老八给我拿下 上 每个角落都不许放过 给我仔细搜 给我搜 是 锦衣 九爷使爷带兵来了 快跟奴才往这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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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爷 怎么样了 还没有找到他们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马上复走城门 是 个音讯 去吧 就算国家 运廳 时 没 discovers 有friendly 刀 有 Rare 有什么 所下 是要去找太子爷吗 太子爷已经在等你了 叛臣所恶徒 一遇谋反 给我拿下 是 来 小心 是 是 不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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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左相 把刀都放下吧 我真的就要这样一走了之了吗 四爷 秦凤威急先离开再说吧 十三爷爷马上回来了 好 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们见机行事 好 拦住四爷 把城门关上 怎么跟你走 走 快 小魏 你疯了 不要命了 我答应把你带领皇宫 我一定要做到 不自留着 十四 你干吗 一帮大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 还视皇子所为吗 你 你没事吧 小魏 没事 走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追 快 快快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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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站住 你辅助太子东辩 趁华马不在宫中 谋权篡位 这种大逆不道的重罪 臣弟可不敢寻思啊 你 来人 给我拿下 走 整位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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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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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是三爷 我做到 我做到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承王败寇 既然我齐查一招 就把我交给皇阿玛处置吧 太子 你以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向皇阿玛套个功劳吗 太子 起兵造反 谋权篡位 抵抗不从 不知悔改 按律 就地格杀 有不知 对不起 我先让你来 好 我先让你来 我先让你来 我先让你这么来 我先让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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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还有脸来见朕呢 我见 请皇阿玛息怒 朕没他这个儿子 敢把祖宗的脸都丢尽了 皇阿玛 太子看来已是诚心悔改 请您再给他一次机会 能够原谅他 朕念他额娘早红 一众阿阁中 唯独把他留在朕的身边 倾尽心血细心教动他 封他为太子对他寄予厚望 可他一次次地只会让朕失望 办事不力 这些朕尚且能够原谅他 一次次地给他机会 希望他能有所掌地 可如今 他却做出如此叛逆之事 朕竟养出这么个白眼狼来 太子令皇阿玛失望 但皇阿玛龙体为重 不如等先生安定下来之后 再做定统 以后不要再跟朕提起他 让他滚远点 朕再也不想见他 四爷 四爷 你不能有事 四爷 四爷 四哥什么事都没有 好好睡吧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呢 四哥 他还好吗 他还好吗 吃过药了 只是疲劳过度 休息一下就好了 小薇刚才一直在担心你 等一会儿 让你担心你 我们自己点担心你 看看这些小薇 那我的角便可以 自由 就说吧 你我兄弟 我对你不想有所遮掩 我喜欢小微 四哥对小微有意 明眼之人皆看得出 只是 四哥对感情之事 向来从不宣之于口 为何今日 特地告诉十三 因为他是你要了的人 既是如此 四哥就不该说刚才那番话 我不想放手 难道 你要十三放手吗 经过今日种种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我怎能不被小微所感动 所以 不得不对你表明心机 小微向来挺身旧的 不顾后果 你怎知她内心所想 小微处处为我 今日更是为我奋不顾身 难道你能说 这当中不过仗义 小微心仪的人 是我 我 那你也不能否认 她心里有我 而且 她也是我认定想要的人 也认为他们会不认识 只是 的 лю 虽然 你这 不 обычно 十至今日我不得不承认 自己深深被小微所吸引 在她面前 我可以放松 不必再硬着心 冷着脸 这种感觉 真的好自在 若然四哥说这份感情得来不易 那无与小微的经历岂不更多 有误会开始 嬉笑怒合 相交相知 感情不断积累 其中滋味 要岂能被外人所提 你我二人再怎么争下去 不仅会伤了兄弟之间的情 更会害了小微的 那就让她自己选 我心中压着太多的东西了 没你活的那般洒脱 畅观 有时候 我真的好羡慕你 十三 四哥 从小到大 四哥从没求过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但这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望你成全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哥从没求过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但这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帮你成全 我会不会过分刻意还多化了点妆 我会不会让他感觉我很重视他 这十三爷到底约我 要说些什么 待我跟皇阿玛男训回来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要等我 你来啦 女为悦己者容 看来我是你所悦之人了 才不是呢 你那天在宫门口救我 都照顾我一晚上 我打扮一下倒是感激你不行吗 或许你认错人了呢 不是你是谁啊 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 我说过 等我跟皇阿玛回来就给你个答案 你来啦 四爷 这就是我要给你的答案 那天在宫门口救你的是四哥 那天晚上陪你的也是四哥 所以啊 要好好报答四哥 今天天色正好 四哥你最近老魏宫里的事烦心 也该休息休息了 小微也大病出狱 正好你带他出去逛逛 算算心 怎么啦 还站在这儿干嘛 快去吧 我还得 替皇阿玛处理点事 我就不送你了 小微 你大病出狱 如果不想出去的话 就不必勉强啊 不 我正好在这宫里待得闷得会儿 想要出去转转 难得四爷有此兴致 那我就陪四爷玩个痛快 四爷 我们走 我松开你的手 是要把你握得更紧 小微 不要让我失望 不要让我失望 与其勉强 我宁愿看到你笑 四爷 其实今天我也是被十三弟骗来的 并不知道是来见你 你跟我走现在看来 就是在读口气而已啊 对不起 好了 你到了 先回去吧 等你想好了 想清楚了 我再带你出宫 不用了 我想出去转转 去散散心 真的不为难吗 我是真的很想出去 那好 我想到一个地方 我带你去 走 听老人们讲啊 人们经常会遇到烦恼 他们遇到烦恼 就会将这些烦恼和痛苦 急于完事之上 丢在某处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熬崩 所以四爷 这些都是你自己堆的吗 怎么会 别人我不知道有没有来过 你肯定是第一个 我带来此处的人 想不到四爷还有这么多的烦恼 好 在这紫禁城中待久了 怎会没有一些 迫不得已和不为人道的苦衷啊 可实在也不能说吗 人生在世 或是所有的事 都能和别人分享的 不过 不过有一件 明知道会让他痛苦 我还是说了 什么事啊 别人都说我冰冷 古板 不同人情 更是不懂女人的心思 直到我遇见你 我愿意改变你 我感觉我自己现在也充满力量了 我并非是不会笑 只是 忘记该怎么笑 今天当着众兄弟的面 你必须说清楚 你为何要放老四走 倘若你当时困他在宫中 那他与太子早已是接下桥 是皇阿玛眼中的叛臣逆子 十四 八哥问你话呢 你还不得了吗 本可以一箭双雕 永述后患 可偏偏让十三 成了解困平变的大红人 十四 你难道不应该 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吗 十四 八哥问你话 你是没听见的 还是不敢回答呀 如今木影成舟 回与不回 有何差别吗 那你这是摆明了 要护着亲兄弟 背叛八哥了吗 老师 生气有什么用 不管是什么兄弟 在我们老十四眼 都比不过一根女 难道我说得不对呢 那天我也在场 除了老十三和老四 那个叫什么明威的 连我们老十四也迷得团团转 看来 还真是红颜祸水 十四啊 十四 你为了一个女人 坏了八哥精心刺划这么久的事情 你对得起我们吗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管得着吗 你 老十 如今木影成舟 于事无谋 这件事 到此为止 不许追究 八哥 我相信十四 十四弟 虽然任性 可还是明事里不会乱来的 况且 他厌恶老四 绝不在你我之下 想必肯定留有后招 那么我们就看十四 今后如何不输 十四弟 八哥我说得没错吧 十四弟 该怎么做 我自有打算 要走 八哥 十三爷 您今天可真厉害呀 只差一箭就能破四爷的记录了 你太可惜了吧 果然是好兄弟啊 明知四哥记录在先 还要时刻替他守着 真是难为你了 别来惹我 太子的事我还没有跟你追究 追究我什么 十三哥果然是重情重义啊 不但大老远跑回来救了他一遍 还亲手把自己最心爱的女人拱手相扔 再跟我胡说八道一句看看 这就恼羞成怒了 是你极度成狂吧 我与晓慧之间的事你知道多少 我与四哥之间的情分你要懂几分 是我的 谁都抢不走 那要看你 抢的人是谁 你 难道我真的错了 不 小薇她不会让我失望